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孩 她走得很快 神色有些惊慌 边走还边回头看 确信后面没有人跟着她之后 女孩跑进了新牌坊派出所 当时跑下回非常紧张 很慌张 她好像怕后面有点追她的感觉 到我们派出所后 我们民警马上问她的情况 她当时边说边哭 进了派出所后 女孩的神情依然很紧张 派出所的警察把她带到了一个安静的房间 她平静了一些之后 开始断断续续的说出了 发生在她身上的惊心动魄的事情 身份证啊 银行卡啊 什么都被搜了 她老是威胁我这样真实 把我实在逼急了 报案的女孩名叫陈婷 十六岁 陈婷说 她被一伙人从深圳骗到了重庆 被强迫从事色情活动 这几个月来 她一直都被这伙人控制着 平时这伙人对女孩们看管很严 日常行动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 今天陈婷说 自己是在为客人服务的途中 找机会跑出来的 警方从陈婷的叙述里 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陈婷说 据她所知 在重庆还有几个对夫妇 和她的老板有来往 他们也在干着同样的勾当 像她这样被老板 从深圳骗过来的 还有一些女孩 分别被不同的人看管着 那些女孩也需要警察去解救 而且这个女孩反映的 同时被这样强迫卖淫的 大概有十几个女孩 犯罪 这样的犯罪嫌疑人 大概有七八个人 警方分析 这个卖淫窝点的背后 极有可能是一个大的 组织严密的卖淫团 涉及地域广 受害人数多 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 和于北区公安分局 一方面 其中各警种 立刻成立了专案组 另一方面 继续向陈婷了解相关的情况 原来陈婷的家 住在重庆远郊的一个农村 家里一直很穷 前几年 她的父母离婚了 陈婷跟父亲一起生活 不久 父亲再婚 陈婷和继母的关系并不好 特坏特坏的女人 天底下就她最坏了 对你非常不好 是 她反正什么难听的话都能说 反正只要是伤害我的话 她都能想得出来 都能说到出口 陈婷说 继母把她看成家里多余的人 因为继母嫌她读书花钱 所以她初中没念完 就不得不辍学了 在这个家里 她感觉待不下去了 听说南方工作机会多 她就去深圳打工了 谁知道 在深圳 她又遭遇了不可想象的事情 深圳对陈婷来说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出来乍到 身上没有多少钱 所以她迫切需要一个工作 来养活自己 一天 陈婷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广告 某公司在招聘高级接待员和服务员 上面开出的万元高薪 一下子就把陈婷吸引住了 广告上说的招聘条件 是年轻 吃苦耐劳 不限学历 每个月可以有上万元的收入 这对农村出来的陈婷来说 简直不该想象 一万元 很多工厂女工月薪 都只有两千元左右 要真是能够应聘成功 就相当于自己家人 辛苦一年的收入了 于是陈婷打通了 那个公司的电话 公司的负责人 要求她参加面试 陈婷所说的眼镜哥哥 姓林 是公司的老板 面试的地点并不在公司 而是选在了深圳龙岗区的 一家路边小店里 在简单的询问了陈婷家里的情况之后 林老板马上派办决定 聘用陈婷做公司的高级接待员 陈婷被每月上万元的高薪 冲昏了头脑 根本就没有考虑 上万元高薪的背后 会有怎样不可告人的陷阱 那时候完全就觉得 啊 这工资这么高 我担个两三个月 我就自己开店 我就不做了 说起来啊 除了高额薪水之外 还有一点是让小姑娘陈婷 觉得非常高兴 那就是公司列出了几个地方 四川 重庆 贵州 河南 随便她挑 而且公司还将支付 她飞到那儿的机票的飞 因为重庆离家近 所以陈婷选择了重庆 可是没想到 一飞到重庆 陈婷就被人给控制了起来 控制陈婷的是一对夫妻 陈婷喊那个男人为丁格 她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叫什么 在这对夫妻的安排下 陈婷住进了一个小区内 事先租好的房子里 在这里还住着另外两个女孩 他们当初也是跟陈婷一样 来应聘高级接待员的 来到这里 陈婷才知道 这伙人招聘他们的 真正目的是什么 她是讲高级接待着 装成 装成很纯很纯的那种 大学生或者中学生 装成评论的大学生 或者评论的中学生 去骗人 然后就说第一次什么什么的 陈婷这时才知道 原来这伙人 是以招聘为幌子 骗女孩从事色情活动的 此时陈婷16岁 还是个未成年人 面对这份工作 她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明明的第一天 就看过我身份证了 就我都说我是未成年的 他们的意思说 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未成年 出社会不久的 你看上去才会单纯一点 人家才会更相信一点 明白了事情真相 这些女孩当然不干 大部分人想一走了之 但是他们的手机银行卡身份证 都被老板丁某扣下了 想走身上也没有钱 而且他们还遭到了老板的恐吓 而且过去的时候 那个电话卡给你收了 当然的话就有你的联系人 你不听话的话 他就会危险你 会给你家里人 会给你朋友打电话 说你在外面做什么做什么的 让你回去无法做人 这样你就只能怪我的天 据陈婷说 有的女孩因为拒不服从 就被这些人强行派了裸照 大多数的女孩都是进行威逼利用 派了裸照 然后就是如果你还不愿意 就威胁地把你的裸照 发回到家里进行威胁 老板的这一招很管用 立刻就把那些来自农村的女孩 给吓唬住了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接下来陈婷和那些女孩 开始为老板灌输奋斗赚钱 改变人生的概念进行洗脑 我们也是穷人 他们也帮助我们一下而已 你看你们在外面打工那么多年 又赚不了什么钱 然后老了 又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们过去都会接受洗脑 在老板的威逼利用下 陈婷他们最后不得不顺从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 陈婷他们每天都得充当老板的摇钱书 更让陈婷不堪忍受的是 不光广告上承诺的每月万元工资不对线 他拿回来的钱还都被老板扣下 后来陈婷实在无法忍受了 他就开始寻找逃跑的机会 每天都那么累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一天机会来了 因为看到陈婷他们还算顺从 丁某渐渐地放松了戒心 他就时常让这些女孩单独出去 而随时对他们进行手机监控 3月27日那天 丁某要陈婷搭火车去外地 这对陈婷来说是个逃跑的好机会 于是从火车站兜了一圈之后 他跑进了附近的派出所 安排到四川去做业务 给他买的火车条 他到火车站过后 送他的人走了 因为他上车了 然后这种情况下 因为他去火车后 坐火车要身份证 要身份证 把身份证给他够 趁这个送他的人 不必的时候 然后通过跑的派出来了 此时距离陈婷离开住处 已经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时间变得越来越紧迫 必须在这个犯罪集团 发觉陈婷不见了之前 赶紧找到控制陈婷的老板 否则的话 一旦被他们发现 他们就会将其他的女孩 进行转移 再解救起来 难度就更大 而此时此刻 控制陈婷的这个老板 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他老板的电话 不停地给他打 不停地给他发展信 让他回去 这个上家配合我们 一直和他的老板周旋 于是专案组 马上从女孩子们 租住的房子开始查记 房子既然是租来的 就会有租房协议 警察希望能在租房协议上 发现陈婷老板的身份信息 通过房子找到他们 警方联系到了房东 房东也确实拿出了租房协议 不过这份协议 却让警方失望 因为协议上 虽然有一个身份证信息 但是这个信息 却是一个16岁女孩的 身份证复印件 房东说 当时来租房的是一家三口 他还形容了一下 三个人的提貌特征 协议上留的正是那个小女孩的身份证信息 拿了女孩的照片 警方找到了陈婷 让她辨认 陈婷一看 这女孩正是跟自己一起住过的姐妹 也就是被老板控制的另一个受害女子 看来租房的夫妇 即使不是陈婷的老板 也是老板的同伙 那么下一步 警方要做的 就是寻找那对租房的夫妇了 房东说 他当时曾经留下了 那个租房的中年男人的身份证号码 警方马上对这个号码 又进行了查询 于这个身份证号码对应的人 不叫胡刚 而是叫丁小刚 经过调查 这个叫丁小刚的人 前不久在渝北区的黄金堡小区买了一套房子 警察想起 陈婷说过 他们的老板叫丁哥 那么这个丁哥会不会就是丁小刚呢 受害了女孩 同时之前跟我们反映的 因为是一对夫妻 我们把这个丁小刚的男子 照片打出来以后 同时把这个丁小刚的妻子 叫于小红也打出来了 供这个女孩进行辨认 确认了 就是丁小刚和于小红这对夫妻 强迫这个女孩进行卖淫 经过陈婷辨认 丁小刚和他的妻子于小红 正是控制陈婷他们的那对夫妇 结合陈婷之前所提供的 这夫妇俩所居住的方位 警察初步判断 犯罪嫌疑人应该就是住在 自己所购买的那套房子里 警察开始在黄金堡小区外 实施不控 但是一直对手到了第二天 也没有见到丁小刚的踪影 黄昏时分 警察注意到了一个女人走出了小区 这个女人是丁小刚的妻子于小红 侦察员跟着于小红 一直走到了另外一个小区 加州百合园附近 接下来侦察员发现 于小红在跟另外四个人说着什么 就发现这个于小红 跟另外四个人进行了接触 我们当时看他们其中有人已经背着 已经有人身上是随身携带的行李了 看样子 陈庭外出滞留不归 已经使于小红和丁小刚查解到形势不妙 他们是准备逃跑了 必须出手了 警方立刻对着六人采取了行动 侦察员对这六个人进行了突审 经审查 这些人正是组织色情活动的犯罪团伙 主犯丁小刚 于华等人 都是重庆人 团伙成员之间 都是同乡或者亲戚关系 2011年 这些人开始组织从事色情活动 他们从深圳将女孩子们带到重庆 每人分别看管一至四名女孩 这些女孩都住在 渝北区和江北区 团伙事先租好的房子里 当天侦察员就在这些租住的房子里 解救出了六个女孩 这个房间是我们当时解救几个妇女住的房间 他们住的房子 他们老板给他们住的 这房间住了两个女孩 隔壁房间还住了一个女孩 这些女孩也大多来自重庆下面区县的乡镇农村 他们的经历和陈廷很相似 当初都是在深圳找工作 被犯罪团伙打着高薪招工的幌子 骗到重庆来的 根据贩子嫌疑人的交代 另外两个团伙成员也被抓获 警方共端掉了五个犯罪窝点 经过审讯 几个贩子嫌疑人 如实交代了所从事的犯罪活动 重庆的犯罪嫌疑人 基本上都被一网打尽了 他们都承认 他们在深圳有个上线 负责以招聘工作为名 将这些女孩骗过来 然后深圳的上线 以每个女孩几千元到万元不等的价格 介绍给他们 这个上线叫什么不知道 大家都管他叫林经理 警方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调查这个深圳的林经理 林经理和重庆这边 有金钱方面的往来 重庆的犯罪嫌疑人 给林经理汇钱 都打到了同一个银行账号上 这个账号的户名 却叫蒋宝国 蒋宝国和林经理 人家关键有点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相互之间的银行专张记录 包括他们相互之间的 一个同行记录 和等等那些辅助工作 我们要跟进 蒋宝国和林经理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 警方查到 那个账号的开户行不在深圳 而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 重庆警方马上联系了河南警方 而河南警方立刻也提供了相关的信息 蒋宝国居住在驻马店 而且河南警方说 最近这个蒋宝国很有可能回到家了 重庆警方接到这个线索之后 立刻赶往河南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为了避免打草金蛇嘛 然后并不知道 蒋宝国和那个林经理到底什么关系 万一是犯罪宪定那种的话 我们冒冒冒冒失事的去调查 就肯定会惊动他 几个小时的车程之后 警察来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 蒋宝国的家就住在这里 警方在蒋宝国家附近伪装起来的大货车里 秘密监视着周围的动向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始终没有看到蒋宝国 警察敦守到第二天凌晨 发现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个人朝这栋房子走了过来 滚滚碎碎的 从那个我们敦守的地方的斜对面 那边那边村头过来 然后就慢慢慢慢的靠近那个 靠近那个蒋宝国的家 当时一起敦守的当地警察里 有认识蒋宝国的人 一眼就认出了他 就在蒋宝国拿出钥匙去开门的时候 警察冲了上来 这个人就是蒋宝国 但是他被抓获之后 一直坚持说自己不是警方要找的人 警察把蒋宝国的照片传回了重庆 让那些受害的女孩去辨认 这个人我认识的 这是招聘我过去那边工作的那个林经理 也叫眼睛哥哥 就是几个女孩都同时指认 这个人就是那个 在深圳骗他们的那个林经理 那么就是林经理就是蒋宝国 蒋宝国就是林经理 他的真实身份是河南省驻马店市的农民 他在深圳也没有公司 所谓的服务公司 是他为了骗人虚构出来的 这些贩子嫌疑人中 除了蒋宝国是河南人以外 大多数都是重庆本地人 这个团伙在四川 贵州 河南 广东 都有卖淫的窝点 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 和渝北区公安分局 集中了刑侦治安 等多个警种 分成了六个抓捕组 分赴深圳 河南 四川 等七个省市 辗转数千公里 共抓获了12名犯罪嫌疑 警方解救出来的女孩共13人 这些女孩都来自农村 有着迫切改变生活的愿望 受害的13个女青年 一个是年轻 15到20岁 这个之间 第二个就是文化 好多都出种比例 小学那种就辍学了 生活也比较困难 自己也向往出来 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来改善家里面的生活 受害人小王 很久以前母亲就去世了 现在父亲的年纪也大了 他希望多赚点钱 让自己的老父亲 能过上好日子 他就离开家乡 到了深圳 受害人小张 情况也差不多 但是他当时在深圳 找到的工作 每个月只有1200元钱 工作的环境也不好 很脏 经常一般都是很脏 然后加完加了很晚 然后工资呢 都不是按照那个劳动法来的 加了加了几年 这说不定也是我 按照12年的时间 那一周工作几天呢 一周七天就上 一般我们一个月只休息两天 那里面的生活反正不好 就是说反正比跟那个猪吃的 差不多差不多菜 他们有什么油水 就这样子 反正炒了菜 那些青菜嘛 也没洗干净啊 上面还有泥之类的 反正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女孩子们看到了犯罪团伙 所张贴的招聘广告 那上面每月 一到两万元的高薪 与女孩们当时的收入 简直是天壤之别 女孩们觉得 有了钱 就能吃的好一点 穿的好一点 住在有空调的房间里 还会有钱让父母 家人也过上好日子 于是他们便去应聘了 但是小张说 招聘的当天 他就被重庆来的团伙成员 带到了酒店 到了重庆以后 很多受害女孩 起初坚决不干这个行当 犯罪嫌疑人 就又使出了威胁的手段 这些女孩都很年轻 阅历不深 经济条件不好 犯罪嫌疑人就利用女孩 急于摆脱贫困的经历 对她们进行洗脑 就告诉这些女孩 平时你看 人家还是有做这个事的 你看人家过得多好 吃的 吃香的 喝辣的 穿好的 对吧 享受好的 找什么正式工作 那个钱拿着快 警方还派出了女警 每天都和女孩们 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沟通 缓解她们心里的恐惧感 有一天 一个女孩说出了 这样的一件事情 她就告诉我 她说她身上痒 我们知道之后 就立马带她们 去了医院检查 通过检查 这些小女孩 大部分都得严重的妇科病 女孩有的是 得了传染病了 有的是怀了孕 这些 所以说对这些女孩 这些女孩都还没有结过婚 今后还要走向社会 对她们的伤害都很大 警方对那些受害女孩 既做了心理的疏导 也做了身体的治疗 那一人看我 然后回到家里 他们 炖那些薄片 给我吃 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之后 女孩们被送上了回家的路 在采访当中我们看到 这个犯罪团伙欺骗的 基本上都是未满18周岁的 未成年女孩 而且用她们来打着 学生妹的旗号招揽生意 强迫他们卖淫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 强迫或组织他人卖淫的 情节严重的 也就是强迫多人卖淫 或者多次强迫他人卖淫的 将会被处以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是无期徒刑 这些所谓的老板们 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再来看这些年轻的女孩 她们年纪轻轻的 中断了自己的学业 本身没有社会阅历 对法律对生活常识的了解也不够 缺少是非判断能力 只是觉得挣钱快 这恰恰是他们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个诱因 也是这些犯罪分子 叮嘱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虽然他们现在被解救了 但是我想社会应该更多的 来帮助这些孩子们 让他们能够进入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 能够慢慢的走出这次事件 被遇造的人 在这里也祝福他们的未来 能够平安 感谢您关注本期今日说法 稍后请继续关注中央建设台宗主频道 和你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同期间 再见